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好 很开心在三月份图书组会的时间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继续会有同学为我们做图书分享 也会有介绍图书馆活动的时间 首先我们会有阅读分享的时间 今天负责的同学会为我们介绍一本图书 这个图书的名字叫森林棚球队 好了 我现在就将时间交给负责的同学 从前有个森林 森林里面有一堆豪出色的棚球队 手长脚长的场景录 担任投手 恐慕有力的大猩猩 负责打击 敏直的猎猎猎负责导导 但是还和阿公找不到自己的才华 不知怎样才可以为森球队出点分力 阿公觉得很烦恼啊 好烦恼啊 各位同学 不知你们在夜常生活中 会不会都好像阿哥那样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才华 不够人力呢 没在夜常生活中都会啊 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看森林棚球队这本书啊 相信这本图书应该可以带到一口正能量给大家 怎样可以看到这本书啊 什么是棚球 什么是投手 打击和道理呢 还有啊 森林棚球队图书里面的运动员故事可以给大家正能量 还有没有其他运动故事都可以给大家正能量啊 不如我们问一下谭老师吧 谢谢刚才的同学 好了 看过森林棚球队这本书之后 谭老师真的觉得棚球是一样很有天见性的运动 同时阅读一些运动员的故事 的确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正行量 为了让同学多些认识棚球运动 也希望同学多些去阅读一些运动员的故事 所以图书馆即将会举办好几样的活动 第一样活动就叫做同来制作棚球帽 今个星期之内 你们的班主人就会派一张手公子给大家 同学首先就要摘一顶棚球帽 那究竟怎样摘呢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以下来的影片 Pan Princ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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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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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 Pr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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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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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Pan Princ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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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Pan Princ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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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w 嗯 一二三可以玩耍 妈咪超饭 Baby要玩什么呀 妈咪我呱呱呱呱 每一次放棍都有它和胡 好舒服 胡啦啦紧紧玩耍 哈哈哈哈 鲁啦啦鲁啦啦 小孩子刷苦吧 看你啊看你笑 其实呢都不能的 好饭就应该可以接到的了 同学摘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在棚球帽上画 或者是贴一些图案做装饰的 然后呢 装饰好之后呢 就请大家在帽上 写上你们的姓名班别和学号 然后就在3月22日画之前 交到图书馆门口的收集箱 凡是能够提交你们棚球帽的同学 都可以获得一粒我做得很奖励的 我的蓝钻石画 而表现最好的30位同学 就可以获得一份小礼物的 至于第二项活动呢 就叫做运动武士图书展 在第二次考试 结束之后呢 图书馆就会前出一些有关 棚球和运动员奋斗故事的图书的 中英文图书都有的 到时呢 大家就可以找到今天介绍的 森林棚球队图书 还有呢 看到一些大比例正能量的图书 更加可以找到一些 介绍什么叫做 投手、打击和 道女等等的棚球图书 大家记得到时用心阅读 那第三项活动就叫做 跨代棒球体验科 这项活动就将会在 4月10日的时候举行 那体育老师呢 就会挑选30位同学去参加 这一项的活动 那活动举行当日呢 几位棒球老师就会来到我们学校里面 那原来呢 这次的棒球老师呢 是一些充满活力的公公婆婆来的 那他们就会教大家 怎样打棒球呢 就会分享呢 他们打棒球的时候面对的困难 和他们是怎样解决困难的 那参加今次的活动 除了可以增加你们对棒球的形跡之外呢 更加可以多些了解公公婆婆的需要 和呢 学习怎样去积极面对困难 所以是一项非常之有意义的活动来的哦 那好了 最后呢 我们就跟进我们之前举办过的活动 那在1月份的时候呢 那图书馆就举办了 知书阅读挑战赛的 那我们就说是1月8日至1月31日期间 最积极阅读知书平台图书的 50位同学就可以有奖礼的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哪些童话 可以获得书卷呢 跟着再看一下哪些童话 可以获得小礼物呢 恭喜耳熟的同学 好 好了 那今天呢 同学组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拜拜